我看到了小鱼 我现在脚下的傻子真的是烫脚啊 蓝天白云 不知道最不缺的就是阳光和海滩 你看这里 这里就是你们一直想看的奈寒海滩 今天没有snake了 带大家来看一看 现在的奈寒究竟是什么呀 非常的漂亮 而且我想告诉你们 如果我不说这里是普吉岛 我可能会觉得我会置身于的是欧洲 因为这里全部都是 就不是我们这种亚洲人的老外 就是全部都是金发碧眼的 而且身材巨好 走踏浪去 我看到了小鱼 今天的海真的超漂亮 太美了 今天早上有个朋友在朋友圈问我 你在普吉岛那么多年你不会腻吗 我说你给我一个腻的理由吧 你看蓝天白云阳光沙滩海浪 你知道我怎么会腻呢 来到普吉最不缺的就是这些 好久没有看到的沙滩椅也摆放了出来 他们的生意依然在经营当中 现在是风浪季 所以风浪是特别大的 今天没有什么人冲浪 而原本在这片海冲浪的朋友会比较多 现在比较多的集中于卡塔卡伦 大马拉海滩那边 其实我想非常感谢大家 每一次在普吉岛我拍视频 没有戴口罩的时候就会提醒我说 你必须戴口罩 没错 确实戴口罩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就目前而言 普吉岛整个风岛的情况下 除了沙河计划的游客可以进来以外 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安全了 每天大家看到 泰国有两万多的这样的病例的一个激增 那么主要就是集中于曼谷及周边的城市 就普吉岛单独一个岛而言 每天目前几十到一百这样的一个病例吧 所以真的这个数字的比例相对来说 已经是非常非常安全了 而在海滩上面大家都在享受阳光 所以基本上都不会戴口罩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戴口罩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要学我 我这个是错误示范 所以还是乖乖把口罩戴起来 你看快乐的少年们正在踢球 还有一些正在健身 来到海边享受着这样的风景 真的是很惬意 所以疫情赶快结束吧 我知道大家都很想很想很想来 普吉岛来度一个假 来享受一下阳光 沙滩还有海浪 我在这里等你们 一直等你们 在等你们来 好了 我是牛仔裤 我在普吉岛 疫情后我们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